多個地方在平安夜都有活動迎接聖誕 我們看看現場的情況 尖沙咀和蘭桂坊都有倒數活動 廣東道每年都會在平安夜 舉行廣東道聖誕倒數排隊 其中是最大型的慶祝活動 蘭桂坊亦有餐廳說 在一個星期前訂位已經爆滿了 我們見到尖沙咀和蘭桂坊 現在都在進行倒數活動迎接聖誕 現在大約有15秒左右 13、12、11、9、8、7、6、5、4、3、2、1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今天迎接了聖誕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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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大學生表演街頭派小舞 演繹不同現代風格的街頭舞蹈 我們跟現場的記者鄭芝霆驚一下 現在的氣氛是怎樣 對,剛完成了稻草 現場也在放煙火 大家也看到了 也製造飄雪的效果 現場氣氛非常熱烈 很多市民也跟著現場的嘉賓 一起在歌、在舞 大會也安排了薑餅仁公仔 和聖誕島人 一起跟視頻拍照 說回今年廣東道聖誕倒數派對 已經在第14年舉行 較早前已經一直在舉行 一些勤歌而舞的活動 市民玩得晚的話也不用擔心 因為多行的公共交通谷具 都會加強服務 大部分港鐵路線都會通宵行駛 巴士公司都會延長服務的時間 天升小輪 來往尖沙咀 和直到中環的尾班船 市民留意是凌晨1時就會開出 電車服務也會延長到凌晨3時 在現場報道的那段落 先交給新聞報道 好,我們看看平安夜 廣東道這裡以勁歌熱舞迎接聖誕 一大群少男少女表現充滿活力的快閃舞 舞姿百變 在街邊被吸引圍觀的途人 姿勢就多數只有一個 就是舉個電話 拍攝得這麼精彩的一刻 挑挑還放了煙花 令到現場氣氛更加高漲 無論遊客還是市民都喜歡吵熱鬧 很好啊,很熱鬧 不會啊,氣氛這樣子才好嗎 有過節的氣氛 剛才去了那邊 聽完一些聲音之後,很溫暖 專家隊是一向都人多了 不開心的嘛 對呀,聖誕更加 會有什麼節目啊,今晚 沒什麼節目啊,今晚 在尖沙咀這裡來湊熱鬧的 發現很多都是內地遊客 當中不少人都說 第一次來香港感受聖誕氣氛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你好,有什麼好聖誕月光 我希望我小孩身體健康 中港更恨喜 在中區蘭桂坊 也充滿聖誕氣氛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為免人流過多在狹窄的街道上出意外 警方駕駛好鐵馬 實施人潮管制措施 Merry fest,Merry fest 酒吧也換上節日的主題 充滿冬日氣氛 蘭桂坊協會今年有特別的安排 比預先訂桌下了訂金的客人 這麼多年的經驗 覺得其實有很多客人都嘗試過 訂桌進來 但也可能要等兩三個小時才排得到進來 他們覺得這個對於他們的生意來說 都影響很多 我們商會其實今年出了一些特別的證件 商會其實可以在威寧頓街的街口 以及在雲南街的街口 都可以有一個站 可以帶一些客人直接進來蘭桂坊 他又預期內地遊客和外國遊客會增加 平安夜人流會有一成增長達到三萬人士 除了蘭桂坊 港九多處地方包括尖沙咀 銅鑼灣和中環等都有風怒措施 港鐵會加強服務 大部分路線會通宵行駛 巴士、小巴、渡輪也會延長服務時間 無線電視機者鄭思亭報導